伙伴们快看 那跑过去的是个什么怪物 它就出现在城镇的工业区里面 我的天哪 这也太可怕了 然而这正是我刚刚又无人机所看到的 也许大家都很想知道 我为什么总是会遇到这些可怕的怪物 其实我自己也很是疑惑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探险怪物 凡是听到有关怪物的讯息 我都会前去试图要把它给抓住 然而就在今天 我又听说在城镇的工业区里面 又出现一个神秘的未知怪物 喜欢在这些工厂附近活动 据目记者说 怪物虽然穿着一身地挺的西装 但它的长相一点也不好看 有人说它长得像一根树桩 又有人说它更像一只蟑螂 我的天哪 这反差也太大了 可我也不确定怪物究竟会是个什么 所以我便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里 看看能不能找到怪物的踪迹 为了更好的观察搜索 我还是放飞了无人侦察机 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大型工厂 要想找到怪物也并不容易 于是我打算降低无人机的高度 没想到画面却突然一阵无辜的闪烁 接着在一处巷子里 突然就惊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 可惜它很快就跑掉了 通过刚才的画面 它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个怪物 我也是赶紧控制无人机 并向它消失的地方飞去 可完全不知道它跑去了哪里 接下来我只好升高无人机 并扩大搜索的范围 希望能再次找到它的身影 然而没过多久 我在工厂的楼顶上 又一次见到了那个身影 可见那怪物全身黑乎乎的 不知为何要这样盯着我 看得只让人渗得慌 还好怪物又很快就跑掉了 我又赶紧控制无人机飞了过去 却看到它又正在地面上奔跑 我不知道它这是什么意思 为何要老是出现在我的面前 然后又要快速地跑掉 难道它这是在引诱我 当然有很多的怪物就是这样的套路 等我一个不注意 就会突然出现来袭击我 看来这个怪物也应该是这样 所以在接下来 我一定要小心谨慎些 然而我才话音刚落 在无人机一个转动 没想到那怪物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还没等我来得及反应 那个怪物就静止地冲了过来 我的天哪 这真是糟糕的一天 我这就都不上 啊 我这都不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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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